大额的佣金 而那个大额的佣金进到了上海的护星 上海的护星是一家中国的公司 它就进到了中国的口袋 进到了中国的口袋干嘛 它当然就是买武器 买武器干嘛 它就来对付台湾 哦 搞了半天 我今天捐了五百万的疫苗给我们的政府 所以以一谋头 搞了半天 我们捐了五百万的疫苗给了我们的政府 你是帮中国拿了钱 拿了武器 要来对付台湾的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 别人的代表手一到 财经专家黄州送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美党 第二次报道总长护子家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徐渊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台北市议员许晓晓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台湾国际法 徐渊的护星长李廷辉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前台大感染科医师理事病 大家好 好 做 我是觉得这一路走来也太天心了吧 两个人 两个公司 对 各捐五百万的疫苗要给台湾 要给我们的政府 大概各花了将近五十亿 今天已经汇款了 各汇了22亿的新台币 这是天价 没错 就没有想到两边缺给政府之后 当然了 民进党或是绿营的不敢惹台积电 对 然后就说 你鸿海算 要是没有台积电进来 你根本买不到 一路的看一看可可 今天更妙了 说你今天 平白让上海复兴赚了大米佣金 这个大米佣金 未来要来对付台湾的 而且这一千万机如果没有郭台铭董事长 跟刘德英董事长 他们两个的坚持来说 还真的蛮难买到的 因为政府在一路上来说的话 没有帮忙还一路的对你卡卡的这个 一路卡 对那为什么 好我们昨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民间企业到底多么有效率 他们就汇出了第一阶段的这个汇款 台积电汇的7750万美金 鸿海会的4650万 永明基金会委会的3100万美金 已经听到这个户头里面 7月12号才签约 7月15号就有汇款 也就是说 想赶快尽快的拿到这个BNT的这个疫苗 前已经过去了 但是好 那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照理说这500万机来说话 我们应该好好的感谢 感谢到痛哭流涕 但是你看看 昨天的时候 这个日本的疫苗来台湾的时候 陈时中还破例 我们这个还去亲自接机 他拿了这个手板 迎接日本的这个捐赠的这个疫苗 甚至保险 神秘嘉宾出现了 就是我们书院长是神秘嘉宾 书院长都去了 对好那针对 他们去接这个日本的这个疫苗 好那结果呢 那因为很多国家捐 所以现在绿营都感谢 哦 日本捐疫苗啦 美国捐疫苗啦 斯洛伐克捐疫苗啦 立陶湾捐疫苗 但是我一直感觉 对这两家企业 有点不文不文的感谢 你捐2万 当然捐2万我们也很感谢 你捐1万我们也很感谢 但你捐2万捐1万你感谢不明 对 台积电得宏汉 大家台积电我们跟他讲 你不敢去得罪啦 对没错 宏汉有必要打成这样吗 宏汉 你们现在是在支肥 那最新的说法 最新的说法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看 政府的钱 哎 你们一季买了32.5块美金 比人家上海复兴 原始的成本 你看上海复兴 赚了一季8块美金 赚了8000多万美金 那8000多万美金的时候 哎 你这样是不是有支肥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看 现在新的帽子又扣到他们的头上 所以我才说嘛 真的是 买了这么辛苦 就没想到 现在又要背上这个 骂名的这个状况 好 刚才讲的 哎 这一路来真的非常的有趣 卖人请问 刚才讲的 有人说我要捐疫苗 而且这个疫苗是台湾人 现在最需要的 真的这个疫苗的品项 是台湾人非常渴望的 达到的边界 也就是辉瑞 结果呢 哎 一路走来 从开始说要买疫苗 对 中间 没有一天好日子 而且我觉得郭台湾董事长跟刘德英董事长 他们两个是什么 他们两个是跳柵欄的高手 因为为什么 一路真的有非常多的路障 比如说你看 5月22号郭台湾人说要捐疫苗的时候 马上就说 我们这个7月要申请的时候 请你要这个 非常多文件 那时候就有所谓 八大文件出来 八大文件出来 哇 那时候的鴻海郭台湾董事长 他们法律专家 赶快尽快的 背齐所有文件 事实上这时候呢 台积电也在准备相关的文件 因为准备都要递件出去了 就没想到6月2号突然之间 美国大学的这个 就书了 写了一封信就是 给郭台湾上一堂法律课 给郭台湾上一堂法律课 还进行所谓的舆论战 在6月2号之后就说 诶 你们送来的这个书里面还 说明书里面还缺少所谓的 原厂授权书 其实这个根本 根本就没有必要 后来真的 他就说 你即使弄到 你也买不到现货 没有现货就是没有现货 每一都买不到 所以才敢这么一样 看一路上这样子 然后后来 你要去 你跟这个蔡总统喊话说 诶 那我就加入台积电 好像改名要 分掉你的光芒 所以一路以来的时候 其实真的有非常多 有可能都会让郭台铭董事长 打退堂鼓的可能性 真的没有一天 给你好认识过的 对没错 结果没想到你看 到完成签约的时候 开记者会的时候 诶 马上行政院就说 你看 官民合作 官民合作的最佳典范嘛 然后后来就说 后来是这样 没有台积电 郭台铭是买不到 所以你看 有一点在 虽然说 刘德英董事长说 后期买到是商业很奇怪 但是 后买完之后 政治活动又开始展开了 没有台积电 郭台铭你根本买不到 对没错 然后后来又说什么 诶 你钱买贵啦 然后包括说像 今天又开始所谓的 打赚佣金的这个情况 完全都是一招一招的出来 而且 刚刚讲到的 这中间的过程里面 很多的动作 很多的拆小鞋 到这个过程 几乎盖不下去 几乎无法进行 这样在这个过程里面来说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 在7月9号那一天 而且现在媒体传出来的是什么 原来我们7月9号要拿给这个 总统的时候的文件里面 为什么我们后来不是提到说 虹海郭台铭董事长 还有这个台积电的法务人在外面站 为什么他们在外面站 总统看完这个 因为传言是说 行政院给总统的资料有 可能里面一些资料 总统看了说 不是我之前叫你们改了吗 你们为什么没有改 所以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好像最后关头 还是有人想要卡关的状况 没有人要做手教 那现在完全过关之后 你可以看到现在 行政院书院长 蔡英文总统 甚至很多人都开始 民进党团 柱德大使都说 其实幕后的公务人员 才是促成BNT疫苗 买的最重要的重点 这时候说什么 蔡英文总统 她跟这个 他们跟这个 现在还有联想 这我好佩服哦 她跟台积电的法务都有关系 所以你看 事实上现在都把光芒 揽到台积电 揽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这就是现在民进党 在应对BNT疫苗最重要的做法 好那我刚才讲的 这一切也都过去了 可是我发现 真的没完没了 对 你刚才讲说 你用原厂证明啦 你用中间的所谓的 你买不到这个货现货啦 甚至你把台积电拉进来了 甚至你用的所谓的台湾地区啦 人家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人家关关难过关关过 因为已经签了签了以后 今天22亿的台币 也都送出去了 还没放过 那怎么样没放过呢 那接着有陈帅消息了 你们买贵了 买贵都不打紧 买贵的中间的差价 就给上海夫妻拿去了 中间的差价被上海夫妻拿去干嘛 有可能是中国对付台湾的 事实上是今天的这个报纸 上面写的 金爆内幕 中国夫心靠 售台湾的B&T狂算23亿美金 23亿台币 他里面讲到其实 目前的国际合约大概是23.2块 那如果加上我们郭台湾董事长 买的这个价格 所以的确是有8块多的这个价差 8块多总共1千计的话 所以有800多万 他说是8百多万 8千多万 他的8千多万是给他们的过路费 所以他们就这样就赚了一手 那8千多万到底是用来干什么 他算得非常清楚 他说其实呢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要入股B&T 所以他要给这个B&T 一千五百万 然后后来因为他们要获得他们的授权 所以要给他8千 四百 要付8千四百万的这个授权费 所以等于说 台湾用这8千万 帮他付了这个8千四百万的这个授权费 所以他就说什么 我们等于是用台湾的这钱 帮他付了这个权利金 其实是台湾人 所以他就说等于是我们帮他付钱 然后做成这个上海复兴跟B&T的设议 那你觉得你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吗 而且设计就开始发动了 就从这个基础上面 各种想象空间就来了 它不是有很多的飞弹对付台湾吗 那飞弹怎么来的 当然是中国军方的 是中国的钱 没错 那中国的钱怎么来的 就从这么来的 于是在网户上的话 所谓的用银弹换弹这个就来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现在其实一波一波的攻势 是针对所谓这一次 买价格贵的这个重来的议题 那问题是这样的 你今天如果要这么清楚的去算 郭台湾人跟台积电的一个账的话 那我们的政府账怎么算的呢 那我们的政府账就去讲说 那你这个账告诉我说 人家台积电百倍是多少钱 人家的冷链多少钱 人家的药还基金多少钱 人家都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净 对 那你政府的账呢 没错 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比照一样的游戏规则来说的话 你看 因为台积电跟铜台他们是上市上位公司 所以他们必须要公布相关的仔细的报价 因为他要对股东负责 同理 政府一定要对我们全面负责 可是那 其实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都还搞不清楚 到底政府跟 我们就讲 你跟高端连亚到底采购多少钱 你到目前为止也说不清楚 就没想到立委说出来说 你五六月的时候 有笔钱六十七亿元 到底花在哪里 他们帮他算了 你买AZ的疫苗多少钱 然后买AZ的那个疫苗多少钱 那那算算 有四十到五十亿不知去向 那请问你那些钱 到底去买要什么东西 就目前我们政府都 采购有所谓的保密条款 然后我们又预计 那为什么铜海没有保密条款 对啊 为什么台积电没有保密条款 本机部长就说 这个支付是所谓的机密 甚至是 这个陈时中就说 有些赢有赢大货 有些是付前提款等等 用很多书法来说 反正你就是不说出 你到底买的价格是多少 对啊 对啊 所以你可以算得出来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讲 所以那道 其实立委追出非常非常多 那尤其最特别是什么 我们现在政府是这样 我们看到民间的速度来说 这么快 但是我们目前买的进度 我们目前买的疫苗 大部分都是人家宣证的 这让我们现在自行采购的疫苗 来不到20% 所以也就是说告诉你什么 政府不但买的慢 不告诉你价格 而且又来的慢 所以这就是变成是 现在你会购买疫苗的 这么便宜跟数据 而且 你看到了 今天捐500万的疫苗 给这个我们的政府 你当时 过来不留的人 也不在乎 说你要不要感谢我 可是我觉得 你也懂得非常残害 是吧 你今天日本也感谢了 美国也感谢了 你跟斯洛伐克也感谢了 立陶宛也感谢了 每次101的大楼 还有原生大办公室 都要了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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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感谢以后 你还不断地摔小鞋 你还不断地打压 其实你还讲说 今天你买贵了 买贵就算了 这个钱是被中部赚去了 拿这个中部赚 赚去的钱 有可能拿来打台湾 这也太小鬼了吧 是哦 你可以看到 每一次呢 在记者会当中 要有国外赠送我们疫苗 我们当然很感谢 指挥中心都会做 大大的这个 Thank you 手法 但是呢 台积电跟郭台铭 他们买到疫苗的时候 是被形容成 鸿海跟台积电的专案 也就是说 所谓官方的角色 一定要去大力的凸鞋 那当然就没有所谓的 跟他们说 谢谢跟Thank you 这样子一个 也是官民合作 对 公权力介入 才可以买得到 是 所以他们大大的 想要去凸显这件事情 但是很多的网友 其实不买单哦 像是有百分之六十几的网友 他上网投票说 认为 罗炳成这样子的记者会呢 就是在割道尾 所以很多网友就说 现在是怎么样 变成割道尾国家 对了吗 那割道尾没关系 因为我相信 政府过程当中 也有一些努力吧 但是 另外一方面 他们用一些 彻翼的方式 去攻击郭台铭 给他的团队 比如说 刘又彤 他穿同岛一命的 Polo衫跟牛仔裤 这样子叫做不装重 又或者是呢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他们去购买的这个价格 买31 32块照理来说 离航情价没有差很远 但是就有媒体讲说 买贵了 因为买贵是谁赚钱 是上海复兴赚钱 上海复兴是哪一国人 是中国人 所以呢 你郭台铭跟台积电 你们是要去让中国人 让共产党 去赚钱 所以我们打这个疫苗呢 有点像是不公不义的疫苗 因为我们坚持到底就是 我不要让中国人 赚台湾人一毛钱 你们这样子介入 就让中国人 赚这么多钱 是 但是这其实完全不是 我们的纳税人的钱 但他们就是可以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论述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让你不要买 我就不要买 所以之前有18号之前的卡 以及后来的通 那你如果买到了 我至少要让你个人 赚不到政治上的红利 因为2024年未来要选举 他们担心说 郭台铭的绅士如果走高了 哇 500万再加台积电的500万 其实因为 民众打的时候 不会去区分 这是台积电 这是郭台铭的 所以如果连磁器都买来了 打BNT的人 会觉得有1500万个人 觉得自己打到郭台铭的BNT 所以他反而不是稀释的概念 他反而最后是把他放下的概念 对 所以说他们担心说 可能郭台铭的绅士走高 会有所谓的防疫红利 那最后一个是至少 我让你不想打总 可以吧 其实吴董的这个上次的民调 有做出来 想打诺德纳和BNT的人 前两名 非常的多 所以当他讲出说 如果你用了这个疫苗 就是中国人赚钱的疫苗 是不是就有很多基本教育台 觉得 我不要去打 让中国人赚钱的疫苗 然后就把他的身位 最好不要去打了 你没问到的话 多一点分量 让大家分是最好的 另外就是 大家也问另外一个问题是 今天所有的疫苗 我们看到所有都是公开透明 今天宏盖跟宅监店 买完疫苗一千月以后 到底每一季多少钱 我到底多少数量 甚至我今天冷冽的钱 我今天运送的方式 连我每一季要害的费用 我都进进出了 连今天等于都不打之后 22亿都已经寄到了BNT去了 诶 为什么我们到台湾 我们的政府 全部都是绝对机密呢 是从之前绝对机密的时候告诉我们说 如果这个东西公开出来 我们未来的疫苗会买不到 因为会有外力的介入 可是今天郭台铭台铁店 他们已经买到 而且价格公开 所以原本这种说法算是不攻自破 所以呢 外事保立法委员 他就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们4月底的时候 已经交付了29.6亿的价格 去给国外嘛 我们要采购疫苗 这很正常 可是5月跟6月的时候 我们又再加付了37.4亿 那可是我们问题是 我们5月到6月到货多少 我们AZ到货41万 莫德纳到货80万 那为什么会付出了37.4亿 这么多的钱 这个怎么算都是不对的 所以他们当然会去问沈记长 你就是问他说 这个钱大概是怎么分配的 没有要你给我细节的数字 我们都知道有保密条款 可是你大方向上面 是不是国际的疫苗 还是国内的疫苗 讲一下总可能 他告诉我们是机密 连国内国际都不能叫 是完全是机密 但是呢 其实在3月的时候 有一个公文 他有写到 这个采购疫苗不是机密预算 所以你一个公文上告诉我们 不是机密预算的东西 但当大家追问你的细节的时候 你又告诉大家 这是不能讲 所以法权贯你知道吗 我们立法院里面有一个 疫苗调月小组 这个小组呢 就是要针对 你如何去使用纳税人的钱 去购买疫苗 进行开会讨论 目前一次开会都没有 没有开过任何一次会到现在 我们进来这么多 队长院民进党的多数 他掌握所有开会的一个权利 他不开就不开 是 召集人是成瘾 那时候他们反而也都说 不要成立 可是民众觉得 这是人民明知的权利 立法委员他有权利知道 然后只好